好這一節呢我們來介紹一下Weberley這個線上駕站工具 我們要架設網站其實有很多方式 一個是請人家客製化幫你做網站 那花費可能好幾萬塊 那另外第二種呢就是你去住用虛擬主機 然後去安裝類似Wordpress或是類似Gymla這種駕站軟體 免費的駕站軟體 那你要付出的費用就只是虛擬主機一個月幾千塊錢的費用 但是呢缺點就是你自己要維護你自己架設的Wordpress或是Gymla之類的網站 比如說駭客入侵啊或者是線上更新啊平台這個軟體 那工程師的話呢維護起來會比較駕輕就熟 如果是一般人的話呢會比較痛苦 那第三種呢就是我們現在要講的這種Weberley這種線上 他類似部落格只要去註冊一個帳號密碼 他就可以架設網站 他可以像部落格一樣 有帳號密碼就可以架站 但是呢他又比部落格功能更多 因為他可以架設類似官方網站 因為官方網站上面是有像這樣的選單 然後呢又有那個部落格功能含在內 雖然他的部落格功能沒有像一般專業的部落格那麼強 但是我們的部落格功能主要是吸引流量用的 做內容行銷用的所以也不需要那麼多功能 那Weberley他作為這個線上商店的話呢 我個人不建議如果你是在美國的話那OK 因為他裡面的這個線上收款系統 他不支援台灣的金流 台灣能夠用的只有什麼 PayPal 那PayPal呢 台灣又不能夠對台灣收款 這是政府的規定 所以呢 你要用PayPal 你可以使用他的線上商店的功能 但是 你就只能夠說台灣以外的國家 讓他們去付款 使用PayPal付款給你 那那個是OK的 但是因為他的主要功能吼 我個人是覺得他還是以官方形象網站 或者是做銷售頁landing page為主 你如果要做這個線上商店的話 我建議如果你是台灣的話 我會建議你到其他的專業 比較更專業的購物車網站 去租用購物車平台 OK 像譬如說架Easy啊 或者是什麼MeShop啊 或是什麼Shopline啊 或者是 有很多 你去搜尋購物車 就有很多平台 那這個Weberley呢 我個人是建立官方網站 做官方網站 我個人 公司也是用Weberley去架設官方網站 最大好處是什麼 就是他不需要 維護 後台不需要去擔心 駭客入侵這個問題 因為你就把它想成 皮克幫之類的那種網站 你申請一個帳號密碼之後 你就只要負責是什麼 上架你的內容 新增你的內容就好了 你根本不需要去擔心說 你的皮克幫被駭客入侵 或者是你皮克幫要升級功能等等 因為這個是平台本身要去做的事情 跟你無關 你要做的就是去專心 新增你的content 你的內容就可以了 你要做的還有一個就是 你要去行銷你的網站 因為網站架好了 就好像你開了一家店面 可是你這個店面一旦開啟之後 你卻沒有去發傳單 去宣傳 去打廣告去曝光 沒有人知道你開了那家店 假設你開了店 位置又在很偏僻的地方 哇 那就很類似我們叫網站 因為網站目前全世界不曉得有幾億個網站 你架了一個網站沒有去行銷 是沒有人知道你的 除非你的內容非常非常多 然後未來你的SEO漸漸有了成效 慢慢被搜尋到 可是那已經是好久以後的事情 所以架設網站之後 你還是要去學習怎麼樣行銷你的網站 OK好我們話講到這邊 開始右側這邊有個註冊按鈕 Wibley很簡單就是這個 Wibley.com 就上這個網站 Wibley.com 就會跑到這個網頁來了 然後右邊有個註冊按鈕 你先註冊一個帳號 那這個帳號呢 我會建議你 他雖然提供了FB的 這個login的方式 或者是Gmail登入的方式 但是我會建議你 直接在這邊 輸入你的 Email跟這個密碼 去登入 去建立一個新的帳號 我會建議 好 那話不多說啦 這個就是 有哪一半 這個隨便打沒有關係 重點是這個Email Email重點是 一定要打對好不好 打錯了 那以後會有個很嚴重的問題是什麼 曾經發生過一個 這個我一定要先講 曾經發生過一個我的學生 他註冊完畢之後 因為這個Webri 他並沒有這個Email驗證的流程 所以呢 他一旦註冊完畢 他就直接登入 開始建立他的網站 那他網站 當 在一天之內呢 他就把網站大部分的東西都上傳了 花了好幾個小時 結果呢 那第二天 他要再次登入的時候啊 他發現登入不進去 哇 那前一天做的都 都變成做白宮 那登不進去怎麼辦 可以取回密碼嘛 為什麼登不進去 因為他說 帳號輸入錯誤 帳號 就是他的Email輸入錯誤 那 因為為什麼 因為他第一次輸入就 就輸入錯誤了 所以他第二天要登入 其實他是輸入正確的 可是 他 他不知道他第一次輸入錯誤的那個錯誤 到底是錯在哪個字啊 所以他第二次要登入的時候 沒辦法登入了 那 取回密碼也沒有用啊 因為取回密碼 他是把密碼寄回第一次 登入註冊的那個Email啊 可是他Email又去錯啦 所以 很嚴重 所以記得齁 你第一次剛註冊的時候 你記得你這Email不能填錯 好不好 Email不能填錯 很重要 那 因為我現在是做 測試 我現在是在錄教學給你們看 所以 我先隨便打Email 因為他不需要驗證嘛 所以我隨便打 我隨便打他一定會登入 OK 但是你們不能隨便打喔 你們一定要打自己的Email 好不好 好 這個密碼至少要八位數 然後建立你的網站 就這麼簡單 就建立你的網站 好 好這時候呢 他會有一個 請選取公車 因為他怕你的機器人 好我把它選一下 選一下 選一下 只要是有公車圖本都選一下 好 驗證 好接下來齁 不要選錯喔 因為我們已經講過了 不建立你用這個購物車功能 所以 這個開設線上商店這個不要選齁 選左邊這個 稍後再說 我們不要線上商店 我們要一般網站就好了 好所以我們選擇左邊的稍後再說 好這邊呢 他有很多個主題讓你去選 那你可以去選你喜歡的主題 OK 主題組合個人版事件等等 部落格 這個都是版型的選擇啦 這個都是版型的選擇 那你可以選一個 你覺得比較喜歡的 那他的布景主要是插在哪邊 插在 呃 這個圖片齁都是他預設圖片啦 這個都可以改啦 所以他布景最大的差別其實是 上面的選單的位置 還有這個logo的位置齁 你要挑的其實是這個選單跟logo的位置 是不是你喜歡的 因為他有的是在左上角 有的選單是在正中央 好像這個選單在正中央 還有的選單是在左邊靠左邊齁齁 那個logo大部分是在左上角齁齁齁齁 那圖片不重要齁齁 hus 那一般人都會把圖片換成自己的啦 所以其實這個布景沒有很重要齁 重要的是你喜歡哪一個 布景的選單位置跟他的logo位置 好那我先選這個 而且這個布景之後 也是可以在後台更換的齁 déf 好了那它這邊就是讓你預覽 好他預設的樣子是長這而已 然後就按開始編輯 它就開始創建你的網站了 好了 網站創建完畢 這時候要注意 我這次錄這個註冊Weberley這個教學 不曉得已經錄第80還錄第10次了 因為它真的每隔幾個月就換一次 就換一個樣子 所以已經錄很多次了 那這次最大的變革是什麼 它把第一個欄位跟第三個欄位對調位置了 為什麼 因為它想要收錢 它想要收錢 本來它都把這個 使用Weberley.com之網域 這個選項擺在第一個 那一般人預設就用第一個 因為第一個不用錢 那這個如果你第一次不知道 就用了它第一個 註冊新網域 那它就是叫你去選擇一個域名 然後呢 要付費 域名 要付費 就是你這邊 key什麼什麼 什麼什麼 你自己的名字 點.com 這個可以用 到時候呢 你就要付費了 那我使用這個呢 不用錢 譬如說 我隨便打 這個意思是什麼 就是這一個 點Weberley.com 這個網址 因為這叫子網域 我們是它的子網域 所以 網域可用 ok這樣就好 然後我們按繼續 好 那這個跟這個 最大差別是什麼 一個是網域你自己的嘛 自己的專屬domain 自己取 那這個呢 雖然也是自己取的 但是後面這個域名 並不是你自己的 這個等於是你幫Weberley 在打廣告 所以它讓你免費啊 ok繼續 好這樣就完成了 你看它預設它的網頁已經做好了 然後呢 你就進去這邊 去修改文字 修改內容 它還有其他頁面 About Us About Us 也幫你做好了 你只要進去修改文字 那這個我們之後內容都會交 從左邊這邊的元件 它只是把左邊的元件拉過來 然後它事先幫你建好的網站 讓你更省事 然後我們再看一下Org 哇真的耶 那每一頁都幫你做好了 大概的樣子 你不喜歡當然是可以修改 把它刪掉自己改就好了 journal就是它的這個 blog功能 contact 與我聯繫 好你看它都已經做好了 那你當然你可以到這個頁面來 每一頁都可以自己修改成中文 好然後呢 我們再來講發布 發布的意思就是 它又來一次了 一樣選這個 然後繼續 好發布完畢了 然後點擊一下這是你的網址 你的網站做完了 而且還有https 有加密 只是說這個webly.com 這個因為你是免費的 使用它免費網址 所以要幫它打這個廣告 然後最底下會有這個webly的字樣 因為你要幫它打廣告 因為是免費的 創建一個免費的網站 所以如果你看到有很多人 他們的銷售頁 連到這一頁來 然後底下會有這個 創建一個免費網站 然後又有提供者webly 這就表示它是使用免費的webly 這個非常不正式 所以如果你要使用這個webly架網站 一定要去付費 一定要去付費 因為付費 你可以買最低階的那個方案就可以了 starter入門版 就可以把這個logo拿掉 然後把這個創建一個免費網站 這個拿掉 最下面這樣拿掉 這樣才叫做你自己的官網 對不對 OK 好 那你看這個目前我們是免費 完全免費 所以這個網址也是免費的 然後這個剛剛這個是後台 我們就可以把它按插插 好 這個就是webly的註冊方式 有沒有非常非常的簡單 這樣有很多同學真的不知道有這類的平台 因為在台灣沒有這麼方便的平台 老實講 所以有很多同學從來沒有想像過 原來架網站可以這麼省錢啊 這樣我剛剛有講過嘛 你去購買虛擬主機一年要花幾千塊錢 而且它還沒有給你這個價占的平台 那這個平台呢webly的平台呢 它一年最便宜的方法一年也是兩千多塊錢 折合台幣大概兩千多塊錢 真的是非常便宜 它又提供了這個虛擬主機的功能給你 又提供了這個網頁的建置的後台 拖拖拉拉像這樣拖拖拉拉 拖一過來就可以直接 去編輯你的網頁內容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以CP值來講的話 為什麼我喜歡教webly 給這些網路行銷的那個入門者 即便我自己做網路行銷十幾年 可是我還是喜歡用webly 為什麼 因為簡單方便 重點是以後我要修改很快 我今天如果一個促銷方案出來 或者是一個新產品上市 我必須要有很快的方式去修改我的網頁 那如果搞得太複雜 譬如說wordpress它真的有點難度 那你到後台 你可能有一段時間沒有操作後台了 你一到後台的時候你會慌你會怕 你會擔心到底哪邊沒弄好 所以webly我每次一進來就 欸好簡單喔 修修改改 然後把圖片放上去 把我要的影片文案放上去 我就完成一個頁面了 然後那個都半個鐘頭之內就可以完成的事情 所以我很推薦大家做網路行銷 如果你是剛入門的話 或者是你不想花好幾萬塊去請人家做個網站 或者是好幾萬塊花完之後 欸你要修改又要花好多時間去溝通 請人家修改你的網頁 我又要拜託它千拜託萬拜託 工程師又不理你 我那個狀態真的是我遇到太多了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 欸那我們就用webly去完成你自己的網頁 就算你將來有更多需求 其實webly它是一個入口啊 你有更多需求 很簡單啊 你再去請人家客製別的網站嘛 譬如說你這網站叫做wwwwebly.com 那你另外一個網站也可以叫做 譬如說購物車好了 你就寫shopping.webly.com 就換到另外一個網址去 但是domain是一樣的 domain是你自己的domain 然後前面三個字呢 換成別的 譬如說shopping換成別的 那domain還是你自己的 網頁還是你自己的 那你只要做超連結出去就好啦 譬如說購物系統這邊 假設這邊是商城電子商務好了 點擊之後呢 直接外連跳出去嘛 因為它這個網頁這邊 它都可以去設定 我點擊之後要連到哪邊去 不一定要在本站 你可以連到外站去啊 譬如說你要 你有外面的部落格 OK點擊之後部落格 點到連到外面去 或者是購物車 點擊之後連到外面的網站去 但是網頁名稱還是你自己購買的 自己去註冊的 這樣就可以了 那webly就是你的一個入口 入口就是說 你衝大你的SEO 衝高你的流量 讓點擊率拉高 還有讓駭客入侵的時候 不會直接侵犯到你其他的 譬如說線上購物車 那是比較detail的 或會員網站比較detail的東西 那比較詳細的 那些網站當成第二線 那第一線就用webly去阻擋 讓那個所有的流量 首先進到webly 如果是駭客入侵的話 你也不怕 因為webly它會幫你擋 你不用去維護 webly自動幫你維護 他們的客戶已經破千萬人了 所以他們的主機非常的大 所以你不怕那個流量太大 網站掛點的問題 ok 那我們就先講到這邊